看电影的人生大家好,欢迎收看沃龙影视,我是花花 今天给大家带来电影长江七号幕后冷知识 电影拍摄于浙江宁波,周星驰父子居住的破房子原本属于拆迁户 而且户主还是丁字户 后来因为星爷要拍摄取景的原因,丁字户居然同意搬迁 等到拍戏结束后,这座房子就被拆了 后来星爷再来这里补拍镜头,房子已经被拆了 不得星爷只得自己搭建房子 看似简单的飞碟升空,其实花费了800万 而且飞碟不是特效,是实物 能够升空是因为下面是有人用威亚拉扯 剧组为了完成拍摄,特意制作了5艘飞船 总共花费100万 这部电影的选角也十分不容易 星爷在影片中饰演的周铁一角 原本是想邀请冯小刚饰演的 小孩子的角色就更加难选了 导演组建了几千个小朋友 最后才选出了几个主演 而且选出来的大多数都是女孩子 影片中的小迪和陈俊生都是反传 《长江七号》之所以被设计成外星狗的形象 是因为星爷之前养过一条狗狗 后来死于绝症 《长江七号》就是为了纪念它 电影中有许多的致敬梗 星爷望着飞碟升空的一刻 致敬了4PR不革的电影《外星人1T》 小迪飞天又如来神掌打到保安的一幕 则是致敬了功夫 结局《长江七号》带着小伙伴回来的画面 像极了《大滩内密》《零零发重》 《皇上的后宫家里三千》的出场画面 只不过跑在最前面的人是如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了 你还知道关于这部电影的幕后冷知识吗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 最后想要注意别忘了关注点赞哦 谢谢大家